好 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7月5日 現在是一個日日版 每天都得到 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日報好像是矛盾 星期日報 星期日報就以為星期日才出 人家知道日報就是每天都有的 今天有大家期待已久的刁拔 大家好 刁拔就未死了 刁拔懸肉啊 因為他說不行了 我要一段時間坐 所以我也要懸肉啊 你去哪裡坐牢啊 在我家裡讀書 本來想到6月9日就可以躲起來讀書 有些人看你不露面 他們經常推測我們要中南海 以為你抹槍 抹槍或是雙規了 以為是查辦了你 或者是墮了樓 領導人的拳鬥 抹槍或是墮了樓 這是很危險的 中南海 都說抹槍 看到槍髒了 抹槍就不小心掉下去了 刁拔就是因為他非常好學的 他也要學日文 學日文之餘還要考試 以後爭取做一個日本人 漢奸 所以 他就要躲起來讀書 但是這一個月的風起雲湧基本上也讀不了書了 所以他也是肥老的 我也是三個字 冷過水 不用想啦 肥就肥啦 當香港進入一個如此危急的時候 學業真的應該放棄 除了韓牛套餐之外 沒甚麼值得你留戀 無關韓牛市 香港是到了緊要的關頭 危急關頭 當然要推出這些特價的火鍋 即是說那些危急的事情 突然間就閃了韓牛 是的 好啦 我們就 說一些輕鬆一點 雖然是很沉重的 其實很沉重的 因為已經是第四條人命 我們之前的節目也說過 其實是不想失敗的氣氛 因為當大家都覺得 很無助 有些人 有200萬人出來遊客 如果一萬人有一個比較智能力薄弱 那就有200人是有潛在的風險 如果是萬宗無一 那麼兩萬呢 兩萬人有一個是意志很脆弱的 那麼有100個有機會跳樓 大家真的不可以再被這些情況出現 我跟Tony很詳細地討論過的 我們自己在咪後 會討論這件事 那麼我們其實 真的覺得 其實全香港都有責任 反對政府也好 支持政府也好 都有不同程度的責任 當然最大的責任一定是林鄭月娥 這個大家都同意 但是 但是 大家 無論什麼環境之下 都是有責任在裏面 所以就盡量 在這個時候 不要再說一些東西會刺激到這件事 是很危險的 很危險 因為真的是人命來的 而且 這些我們 其實提過很多次 之前有些中學生自殺 一個跳樓 然後那個星期有很多個 是跟著好像傳染病一樣傳染的 不是只是人 鋁槍也是 十年都沒有一宗鋁槍跌下街的 突然間有一隻跌下街 那個星期有十幾隻跌下街的 是連鋁槍也會傳染的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磁場問題 但是 我就想大家真的要 呼籲 千萬不要散佈那種失敗主義 令到人們覺得 我們沒有希望 我們不是沒有希望的 當然最歸根究底就是 這個政府 到現在也是 沒有任何回應 因為這個是一個麻木的人的政府 所以我們說了很多次 首先 她不回應 不代表 是一個失敗 她不回應是基於很多 不同的因素 一個政治的判斷 怕她自己的倒台 害怕失去權力 其實林鄭是覺得 她是認住會即時下台的了 差不多 或者她已經覺得 自己是一直向著那個方向走 這個肯定 她也覺得自己危危附 其實不是只有她 警隊也覺得自己危附 我們粗量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昨天 我們節目出了街之後 前一晚錄那集 我們就說警察是會拿樓攤 那麼果然 昨天 他拘捕了19個 19個其中有6個 是在當日 撐警示威 打林卓廷 那幾個 逐了6個那些暴徒 是撐警暴徒 另外13個 其中一個叫做畫家 即是在旺角那裏看到了 那個可能精神有些問題大家都知道 那個是最重罪的 我看看 告他四條判斷 其他的都是相對用一些很輕的罪名去告 不過這個階段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警方 抓你 先下一條控罪 那個不是 最後的 一般我們就叫 holding charge 暫時告你 這個不是final的 他拿了律政司意見 大家記住了 是律政司決定的 所以 所以 這也不一定有關係 這次是刑事檢控專員 可能是刑事檢控專員 又是那個 那是你負責的嘛 不是針對你 沒有針對過你 老實說 現在是什麼民情 其實大家心照 我認為 那你就做好人啦 給機會你不說你 律政署 你是有這樣的能量 我們建議你這樣做的 你是有能量去做的嘛 你是有權 去輕輕一點的罪行 甚至乎不告 或是叫他們簽補三學 你是有權這樣做的 絕對 我們說了很多次啦 東德在看守柏林圍牆的 秘密警察 你向著那些爬過圍牆的人 你可以射不中的 沒有人叫你爆頭的 他的說法就是 你有將支槍抬高1cm的權力 是的 你有機會你可以射不中的嘛 沒有說上面交代了你沒有理由 你一定要將他射爆頭 打死為止的嘛 你可以射錯 射歪了 掌官最多就是屌你一句而已 你已經救了一條人命了 現在你的刑事檢控專員 是我們全香港唯一的網台 就你全家截資的 你也即時回應我們 說禍不及妻宜 老實說 我也不想這樣做 不想這樣罵人 我知道很節奪的罵這些東西 但是 有些人 明明你可以告他非法集會 告他非法集結 明明是很小事的 你就告他暴動 煽惑暴動 這些東西人家坐兩三年交 你以為是毀罪人家一生前途 還有把古董法例搬進去 你的專業不是這樣用的 你的專業不是這樣用的 即是你 你懂得安插罪名給別人很聰明 法官也說啦 你用電腦扔人家 不成實使用電腦 基本上你都說是 你要安插罪名有多難 即是你守執檢控大權 法例是死的 在武則天時代有一個學理叫來俊神 他專門研究很多那些 古靈精怪折磨人的酷刑 以及入別人的罪 甚麼都可以入到罪 到了最後 人家對付他的時候 幫你燒紅了那個胸 下面著火 請君入我請你上去 要煮夠你 喂 你是不是想做來俊神 大家記住 這條是來俊神告訴別人 對呀 人家就用你這條是來搞你啦 下次對付你不知道用甚麼方法的 你這個政權 老實說 幸好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但是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做下去 不要攻擊性那麼強 你是有權 特赦人的 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也有說 律政署有權 去倡議 你想修補的 你有權可以告辭 因為你問林鄭 林鄭實說 司法獨立不關我的事 交給律政署吧 跟著鄭若驊 鄭若驊實說 我不關事 我也不懂這些事 我也不是做刑事的 他一定是扔給你們下面的 所以 所以不好意思 刑事檢控專員先生是跟你說的 現在是真的在跟你說的 是你們的責任來的 律政署 你想不想你出來做一個好人 你們也有一個承擔的 你做這個位置 你要說法律有多難 我也會說 我告訴你 何君堯那個集會是一個暴動 因為他們有人破壞社會安寧 打林卓廷 立法會員走過被人追打 然後那個集會就變成了一個非法集結 參與的人 進擊林卓廷 在一個非法集結裏面 進擊林俊廷 破壞社會安寧 所以他們根本是一個暴動 所以何君堯就是一個煽惑暴動 舉辦一個暴動 共同參與共同行事就是 譚詠麟 中鎮濤 梁家輝 陳恩賢 陳恩賢 還有DJ 鄧惠斯 這些是共同行事 我也會說 你們平時在告別人的就是在說這些話 我們現在跟你說法律 預先走了那些也不是的 那些都是煽惑來的 梁天琦 梁天琦就是這樣 後來扔磚 他已經被拘捕了 然後你就告他煽惑 所以何君堯就是煽惑暴動 那如果再說 那天還有哪個出來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叫鄧景成 有一個叫做 李 李 李明葵 有誰讀過 一年級LLB說不出這些話 法律是學生都認識啦 你要不需要專業資格說 那他就要告暴動 為什麼不告他暴動 打立法會議員啊 現在是黃法的 如果你要把標準提高是很容易的 我告訴你 說法律 你在政府總補來天橋 偶打立法會議員啊 那麼大罪啊 摧毀 你那些立法會議員不出來譴責 那些建制派 破壞立法會象徵啊 破壞林卓廷的眼鏡啊 還有他是最高的那個 最熱型的那個 撥一億給他 修補他的眼鏡啊 損壞整個 整個立法會的形象 就好像噴黑了那個驅徽 有沒有感到心痛啊 梁君彥 立法會議員被人打 在一個暴動裏面被人打 撥五夠水給他啦 你們有沒有痛心啊 林卓廷被人打 要痛心啊 物件壞了你就會痛心啊 人不被人打 你不痛心啊 立法會議員被人打 不是更加令到 立法會的尊嚴受到衝擊嗎 不是更加痛心嗎 原來在你眼中 物件是比每個人重要的 因為林卓廷太高就嚴重的嘛 如果以前李永達那些都哭過不覺啦 還有郭家麒的肩膀 還有那些不夠高呢 還有郭家麒的肩膀也被人衝擊啊 你有沒有譴責暴徒呢 那次好像是那些 撐警的人來的 那個白頭佬 老實說 我們不是說想針對你 我們希望 你真的 好像東德的秘密警察那樣 你有提高一CM的權利 你有機會不打死他們 希望 你做回一個好人 我們也不想說 將來 有看到很多網民包圍律政署 到時那些人叫我名言 詛咒你全家截資 我不希望 如果到時有五萬人這樣叫呢 我想那個 那個效力會強大一點 像黃洋大那樣 大家都唸的時候 可能會唸中你的 很簡單 所以你是不會告他們暴動的 所以你應該公平一點 你應該是 特赦這班人 或者是過一些很輕的罪名 或者是不告 你是有權這樣做的嘛 其實馬獨立嚇了你 聽不聽得懂 不是你走出來說法治 別人就會信服你啊 他在嚇你了 你知道嗎 不知所謂 因為現在他們只是在濫用法治 他不是濫用法治 他基本上是 別人所謂的 Rule of law 和 rule by law 的分別而已 你問一下 大狀就知道了 你回答我的問題 剛才你回答到才說吧 那個為什麼不是暴動呢 根據定義可以的 絕對是 情緒故障集會之後 衝出來打人 有個小女子15歲被你打爆了鼻哥 那那不是暴動嗎 直接使用暴力 警察不放人 那個是串謀暴動 那個警察串謀暴動 是不是一半七年了 警察知犯犯法是不是得暴和誠意了 根據梁天琪案例 全部是6年 全部計6年了 不是知犯犯法 最佳一等嗎 是任何一個受過普通法訓練的律師都說得出來的 所以根本不會有人認同你現在是捍衛法治的 你每告一個人 而另一些人你不告 都是在破壞法治而已 沒有人相信這個制度 就算不想做來進神 也希望考慮一下東德秘密警察的個案 就是這麼多了 這個是中告來的 這節時間差不多